4月底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文章,洋洋桑洒的 这篇文章说,据知情人士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下达了任务 说是今年让中国经济的GDP增速一定要超过美国 后来有朋友,胡伦吞枣,不求甚解 可能是也没看内容,也没看标题,连标题也不看 就那么说,华尔街日报说了,中国今年有个行政令 说是GDP要超过美国 说完这句话,再加上一句讥讽的词汇 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话题 第一,GDP增速不等于GDP的总额 这点首先得弄清楚 一个是绝对值,一个是增速,一个是比例的问题 你怎么能后面一谈呢 第二点,我个人也不会相信说是中国会有这么一个行政令 因为这个,你得按经济规律办事 中国的体量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 你就是说,你只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它自然而然的增长 往前跑,速度还慢不下来 货到临头的时候,你都也躲不开 该招你发财的时候,你逃也逃不掉 这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 不是行政令在起作用 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极左的时代了 不是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蝉 要想万斤粮,就得先有个万斤胆 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而且现在,你看通讯技术那么发达 而且再加上人民群众的觉悟又那么高 谁说句假话,空话,大话 马上就能够辨别出来 老百姓不允许这样 我相信中国的高层也不允许这样 美国的GDP去年应该是23万亿 二十几万亿 中国的GDP是17.7万亿 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的77% 奔着80%差不多了 中国今年的GDP说增长是4.8% 这个还算不错 但是去年最后一个季度 美国的GDP的增长是5.5% 从这个增速上看的话 美国的增速高于中国的了 拜登总统特别高兴 还捡了一个公开场合 表扬了这件事 说是这是二十多年来 美国的GDP增速 第一次超越了中国 中国的经济其实没有停顿 即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这两年 它也没有停顿 记得不记得 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 中国是GDP唯一正增长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尤其是2020年 全都是负增长 现在呢 虽然说中国的疫情有反复 但是中国在防疫抗疫这方面 已经有过经验了 有了前一段时间的经验 现在在处理这件事的话 就可以有参照物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发展 叫做什么 一边防疫抗疫 一边恢复经济活动 一个新名词叫什么 动态清零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 你看这个人口规模14亿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调动起来也确实是真是不容易 但是中国能做得到 你看它收得住也守得住 这个放得开 该收的时候就收 守的时候就守 放开的时候 真是快马加鞭 而且在防疫抗疫的时候 你看上千万的人口的大城市 像武汉说风就风 西安的人口也不少 上海的人口更多 规模更大 对吧 但是呢 集体行动统一意志 这方面的话 中国人做得最好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都眼看着 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呢 学不来 中国虽然做出了 非常好的榜样 一个挺好的样板 放在那 你让大家学 你让大家抄作业就行了 简单的抄作业 但是呢 很可惜抄不来 别的地方的人呢 不敢学 不愿学 学也学不来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啊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 办不成的事 隔中国人 隔中国这儿啊 都能够办得到 都能够把它实现 变成现实 华尔街日报 在评价啊 中国这个GDP增速啊 怎么能够超越美国的时候啊 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啊 来分析啊 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不光是中国经济发展 它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啊 靠三股力量啊 一个是投资啊 怎么样注入资金 再有一个是出口啊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 那么从这三方面来讲的话 中国的这个投资也有问题啊 这个出口也有问题啊 完了消费呢 也有一个停顿的问题 完了最后呢 用一个讥讽的口气说 我看看中国怎么能够解决这个 三大问题 因为啊 现在你看啊 美联储啊 不是要这个升息加码吗 加码升息啊 这个呢 美国这儿的这个 这个中央银行 这么一动作的话 你要一加码升息啊 这个就会有这个吸引啊 世界各地的这个资金呢 回流到美国来的这么一个作用 不光是这个资金呢 从中国吸引到美国去啊 其他地方也同样吸引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但在中国的那个角度看啊 这叫外资撤离 所以这个是影响投资这一点吧 再有一点的话就是出口 那么因为那种疫情啊 有封城的这个问题啊 有些企业它就停顿了 停工了 那这个如果是外贸企业一停工的话 必然会影响出口的这个流程 再有就是消费 人们要是说不活动 不出去这个旅游啊 餐饭呢之类的啊 这些经济活动如果不展开的话啊 对于这个消费的方面呢 也是有影响 所以按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啊 中国的GDP啊 从增速上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超过美国的 对于这一点啊 我个人倒是相信这个结论 但是呢 这个论点论据啊 跟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啊 你要说光看数据的话 往往啊 会得出这个这个背离事实的一个结论 比如说啊 这个国共战争的时候啊 国共内战的时候 你要是单从数据上来分析的话 那国民党是输不了的 所以啊 这里边必须要加进这个人的因素 人的精神状态的因素 如果把人的精神状态因素啊 你加进去之后啊 这个分析的弹性啊 结果啊 那就有可能啊 跟只看那个干巴巴的数字 那就是不一样了 咱都知道啊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 那四十多年 这段时间的发展是非常的快 如果单从这个四十年之前啊 那一段时间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的话 那个时候谁也预测不到啊 中国会走到今天啊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不光是哈 别的国家的人啊 像华尔街日报这些所谓的精英们 他们预测不到啊 连中国人自己呢 可能都想不到啊 那很多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啊 等到这个中国人啊 创造出奇迹来的时候 像华尔街日报啊 这些这个媒体精英呢 也只剩下就是跌破眼镜的那个机会了 这个呢再先不说啊 这个我认为美国的经济今年会看好 原因呢 有这么几个啊 那美国的GDP呢 今年会应该是几十年来啊 最亮眼的最好的啊 这个数字上是最漂亮的 但是得补充一点啊 这可是从数据上看 不是说从每个人的亲身的感受上看 个人的感受和数字啊 有的时候啊 只是分开的啊 它不是一码事儿 那美国的经济数据 要是看好的话呢 那今年十一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啊 拜登呢 可能会啊 减个便宜 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通货膨胀 这个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通货膨胀 现在相当的严重啊 通货膨胀啊 就是从好的一方面说 它的数字比较亮丽 比如说呢 这个工资啊 这个数额会增加啊 但是呢 你要到最后啊 你算一算 这个老百姓的开支是不是增加 那也肯定增加 那消费这方面的话 也是数字肯定会增加啊 工资也增加了 消费也增加了 你说这个经济数据会不会很好看 第二点呢 这个能源价格上涨啊 能源价格上涨 确实这样啊 这个石油天然气 因为俄乌那边在打仗啊 全球的这个能源价格都在这个看涨 那美国的能源价格的话 它是跟着世界市场走的 能不涨吗 确实是在涨 所以美国的能源工业啊 这一方面啊 它的数字啊 也会相当的漂亮 况且呢 能源啊 像石油啊 这是 耗称是工业的血液啊 石油价格一涨啊 所有的工业 凡是能够用得到这个能源的啊 它的成本都会提高 提高的话 出来的这个这个经济数据啊 一定比以前的啊 更这个强旺 第三点啊 军火生意会非常的红火啊 特别的红火 美国的军火生意呢 它是个私人企业啊 这个私人性质 它是赚钱的 这个律师啊 就唯恐天下不乱啊 这个这个这个医生呢 就唯恐啊 天下没有病人啊 这个搞军火生意的话 就就唯恐啊 天下啊 没有地方再打仗 只要天下有地方打仗啊 这个军火生意的话 一定会红红火火 尤其呢 是在战场上 如果验证了自己生产的武器 它的效能啊 这个有表现了 有展示了 这个比多少次 那个叫什么 展示会啊 那个效果还要强 所以这是一个长流水的啊 这个不光是俄乌战争 是不是持续下去 即便是中断了 终止了 终结了啊 那个美国的军火生意的话 一定会常年的啊 红红火火下去 应该美国这三套马车 一个是能源 对不对 一个是军火 还有一个是金融 这三方面啊 这三套马车啊 带动着啊 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一定会特别的好看 还有一个 第四点呢 就是好消息啊 就是资金回流 咱们说了就是美联储啊 已经决定要什么加码加码 到年底也不知道要加码到什么程度 只要美联储一加码 这就有这个吸引全球资金回流到美国来的啊 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华尔街日报说 哎呀 中国的这个投资怎么办啊 你看那个外资都都在撤 实际上啊 外资不是说只从中国撤 它是从世界上各个角落 从欧洲撤不撤 当然也撤啊 从其他地方撤不撤 也撤 东南亚 对不对 亚洲其他国家 这都是撤的 因为你这个美联储加息了 那儿有吸引力 对吧 那儿有这个非常浓重的味道 你不踪着味走 你往哪走啊 总结一下啊 美国的经济数据啊 今年一定看好 再补充一下呢 就是说数据上是很好看 这跟这个数据上呢 是会很好看 但是这跟个人的感受呢 是两码事 个人的感受呢 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最终消费者啊 感受到最有切身体会的啊 那就是通货膨胀 带动的这个物价上涨 我们生活成本呢 会提高 花钱虽然是多了 也许呢 这个挣钱也多了 但是呢 得到的这个消费的内容 并没有实际的增长 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可能啊 萎缩 那至于说中国的GDP的增速啊 是不是能够超越美国 我个人呢 倒不太在意啊 这方面的一些数据 只要是中国经济 是一个健康的啊 状态啊 在发展啊 再往前面走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一个好的期待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